现在晚上12点多了 我本来想一个人静静的喝一点睡觉得了 然后喝到一半了 一整瓶喝到现在这么一点 这里还有 还有这么 我想想还是拍个视频吧 下酒菜 这个是丁锅 还有一个 鸡甲骨 鸡甲骨 叫了两颗菜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应该就是人生最低谷的阶段 我感觉好像冷 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看不到未来 心态很不好 我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但是老四 现在老四感觉跳不起来 人很失误 说什么都没定 做什么都没努力 做什么都没努力 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 我要干嘛 本来想画画嘛 就是画不起来 今天想要不就弹骨针嘛 也不想弹 要不就直播吧 虽然直播间人没有 但是随便聊聊 坐在那里又坐不住 今天还直播了两回 因为啥也不想做 又觉得无聊 对吧 这种状态 很不好啊 听到吗 感觉做什么都没努力啊 会不会得到抑郁症啊 好像做什么都没努力啊 当然睡眠更不好 整个整个睡不着 这个是抑郁症的症状 我可能这种生活 应该是逆广的 看自己的笑话 我在拆散自己的光滑 当初不应该说不爱她 如果我们真的有明天 爱不过是相爱相杀 我在开了灯的窗 头下 想问问自己的血 听完了 拜拜